我跟你們說 我那天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我不會吹口哨了 我小時候的時候 大概國中的時候 國中高中應該都還會吹口哨吧 然後 最近真的一直很想要吹 但就 你看聽這個聲音 它好像有一點發出聲音 但又沒有辦法變成是真的 很實在的那種口哨聲 我就再也不會吹口哨了 我好像 我一直以為 像吹口哨這種東西 就跟騎腳踏車啊 就是你學會了以後 它會有一個 有一個身體的記憶在那邊 然後如果說你重新開始的話 應該很快就可以 pick up 就是重新再 在學會這件事情 結果沒有欸 我吹口哨這一兩天 一直在試 一直在吹 可是都吹不出來 就是 你知道就是 你大概知道怎麼樣會吹出那個聲音 所以你就會試著把那個 嘴巴圈成那樣 然後不管是放鬆那個嘴唇啊 然後稍微 讓那個 風口變小 風口變大 就試著去抓 看有沒有哪一個角度 可以發出聲音 但我 這兩天一直試一直試 然後都一直失敗 我好像已經失去了這個吹口哨的能力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晴天霹靂 你知道嗎 我覺得 就是如果無限上鋼的話這種感覺就像是你年紀真的大了 然後不得不扶老的那種感覺 例如說你原本你就知道你可以跑步跑很快 然後結果有一天你發現哇你的成績就一落千丈 然後你才賀蘭驚覺自己年紀已經不小了 再也沒有辦法跑那麼快 然後我覺得我失去吹口哨的能力也像 多多少少有這樣的一個衝襲在 就是哇我以前 很輕鬆 輕描帶寫感覺就是一個 我身上就是具備有這樣能力的一個 一個情況 然後到了某個年齡 到了 或者是說年久失修我都沒有在練習 結果我就再也做不到這件事情了 這令我覺得那個 我也不知道 對時間有一種感慨啊 但我們沒關係我們試試看 如果說我練習一個禮拜吧 給他一個禮拜的時間 如果我可以重新把吹口哨這件事情練起來 那就大家就當作我前面的一兩分鐘 根本就是在胡亂說話好了 我當然希望是這樣 我覺得應該只是缺乏練習啦 應該不可能這麼快就消失 最近還有一件事情也是跟時間有關 然後讓我非常有感 前幾天早上我要在那個比較早的時間搭公車 我大概六點多的時候出門搭公車 然後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令人懷念的事情 因為大家知道我是自由業嘛 所以我從開始上班之後 我再也沒有在早上的時間通勤 那我通常六點的時候搭公車 以前也是在高中的時代 就是我高中要去學校的話 就是早上六點多會起來搭公車 然後我那天就是因為剛好很早出門 所以我就走到我家附近的那個公車站 然後背著我的包包 然後我全身穿著都好好的 就已經搭地整齊然後站在那邊 然後等待熟悉的幾台公車進站 我那個當下我真的就覺得 哇真的有一種 好像回到青春時代的感覺 然後一些眼前望去的那個景色啊 事實上其實沒有變化太多 某方面是因為我們這裡真的沒什麼開發 但是二方面就是哇 我也不知道就是你有那種回憶的影像 跟你面前的影像幾乎重疊在一起的那種 那種感覺 然後可能你很明確的感覺到你的身體 跟過去那個年輕的 充滿朝氣的那種代謝的感 那個是一個很玄的感覺 就是覺得啊真的真的年紀不一樣 總之那天早上我在等公車的時候 我就在在四處看嘛 然後就是這個景色很熟悉啊 怎樣怎樣 結果就在我等公車那五分鐘的時間 遠方剛好就跑來 兩個人 一個是一個應該已經是中年的大叔 然後另一個是應該也是一個中年的姐姐 然後我叫他大叔 然後一個叫姐姐好像不對 好像就是中年的大哥 因為我畢竟我也是慢慢中年了 但是他們年紀不大 然後中年的大哥跟中年的大姐 然後他們就是那種早上會晨跑的人 然後他們就跑過我面前的那個公車站 就在那一刻啊 就在那一瞬間 我忽然有一個很 很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魔幻的時刻 你們知道嗎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等公車的時候 我也常看到就是 有大哥跟大姐 感覺是那種 我那個時候高中生嘛 所以我那個時候覺得他們應該是大學生 或者是他們 也許是體專身 但是就二十郎當歲 二十到二十五歲之間那種年紀 然後在我高中的時候 他們會從我面前這樣 跑過去 然後可能會有兩三隊吧 他們就是 經常在跑這個 這個 我也不知道他們跑哪裡啊 反正就是跑這個路線 然後會經過我前面 所以當我那一天我在 六點多的時候 站在公車站牌前面 然後等待公車的時候 我又看到了 一個中年的大哥跟一個中年的大姐 在那一瞬間 我真的心裡會懷疑說 他們會不會是我高中時候看到的 大哥哥跟大姐姐 然後現在我也慢慢變成一個中年人了 然後他們也慢慢變成一個中年人了 然後他們還是維持著早上 六點多的習慣 跑同樣的路線 經過了這十幾二十年 然後他們依舊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在這個很巧合的時間 我也依舊在六點多的時候 在那邊等待我的公車 那個當下真的是 全身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我也不知道那個 那一刻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 但是看到那個畫面 然後看到那個場景 然後想到過去曾經有相同的場景 即使我們的 我們的年歲都變了 然後再次地重覆 再次地重逢 再次地重逢 在那一個時間點 在那個空間 在那個 總之我覺得 那是 非常美妙 而且難以言喻的 一種時刻 我覺得很美 而且有一種 失憶的感覺 你現在收聽的是張靜偉的頻道 現在時間是2021年 3月31號 3月最後一天 午夜11點47分 大家這週過得怎麼樣 我這週還蠻爽的 爽的 我們來個 來個提起精神的一個 我也不知道 今天Podcast特別有精神 沒有 我只是覺得說 我不能在 就是偶爾要改變一下節奏 我要改變一下我的節奏 就讓我這個Podcast 有一點新的能量 新的 我也不知道 新的技巧 可能吹吹口哨 吹不出來啦 好煩喔 真的吹不出來 反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我今天準備的主題 我發現啊 我準備的一些東西 都是跟那個時間有關 我們剛剛就是聽到 我那個 早上的時候的 那種那個 東西叫什麼 Deja Vu 似曾相似的那種畫面的一個重疊 那種夢幻的感覺 那我其實接下來就是要講的 另一個東西 其實跟時間也有關係 總之其實是我禮拜二的時候 去那個 Comedy的時候 因為我 我這個人就是很不會處理那種 很不會處理那種 更新資訊這種事情 就是例如說這個活動有update啊 或者是什麼 然後我通常都是就是很笨 就是我不會 我不會 我不會每分每秒去關心 有一些 場地 或者是誰誰誰在幹什麼 所以我有的時候 就會撲空 你知道嗎 總之那一天我去了Comedy 然後我原本想說 喔好 我 到了那個Comedy 我來抱一下OpenMind 來講一下 結果 到了Comedy我才發現 這一週的OpenMind取消 他們有一個 有一個活動啊 有一個小比賽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個趣味的 喇賽的 講幹話的比賽之類的 我其實也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但是反正就是那一週沒有 這週沒有OpenMind 所以我就沒有講到了 那我就在那個 Comedy的那個演員休息師那邊 準備一些我自己的東西 然後後來 後來我們 因為 因為大家都會在裡面聊天嘛 所以就後來就那個 23的小編李安也進來了 然後跟我聊天 然後 東區德也進來跟我聊天 然後還有那個Michael Michael就是一個 現在 應該才21歲的一個年輕人吧 他好像是2000年出生的一個年輕人 然後我們 就這幾個人就在 就在聊我們最近在看的很屌的作品這樣子 然後 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說 我們就開始聊說 那你們 我會很想要了解 因為像 我的年紀的關係 所以對我來講 我的成長歲月裡面 可能會有一些動漫作品 或者說電影作品 或者是說文學作品 可能是對我來講就是 經典 我們講到 我們成長那段時間 我們看的書就是這一些 我們 喜歡的東西就是這一些 我們看到的動畫就是這一些 畢竟那個時候 第四台 裡面其實也沒有什麼新的動畫 然後主要的那個 大家看的都是以老三台為主嘛 就是如果 如果說那個時候 有什麼鬥球的彈品 魔動王 對不對 然後還有什麼 幽幽白書 就是這些都是 大家就是耳熟能詳 就是它是陪伴我們長大的一些動漫動畫 所以就問了那個 2000年出生的Michael 就說 那如果是你們那個世代 你們 心目中的經典是什麼 有哪些作品是經典 然後不限於動漫喔 也許是文學作品 也許是電影作品 然後他就開始想 欸 對啊 那我 我們 到底有沒有一個共通的那個經典作品 然後他一時三刻他其實是 我覺得啦 就是他沒有向我們反應這麼快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呃 當他 當我們在討論經典文 經典作品的時候 我們 馬上就 講出很多 我們就 例如說就會講說 啊 如果是書的話 我們那個時候大家都會看金庸 金庸好像就是一個武俠作品經典 對 沒錯 然後 然後 也許有些人是看那個 哦 看那個什麼 看動漫的 那我們就馬上就講 啊 灌籃高手 我們那個時候所有人都看灌籃高手 而且 那個時候很多人去打籃球都是因為看了灌籃高手 然後我還跟Michael說就是 以前我們在打籃球的時候 還會有人帶那個 CD player 然後就 在場邊 放棄 灌籃高手的主題曲 然後 而且就是大家聽到那個還覺得很熱血 然後還會繼續打 哇 那那個年代真的是非常的 我也不知道 有點 又是種草根性 然後大家很單純 就是 哇 我看了一個很帥的 打籃球的漫畫 我就是要打籃球 我也要 我也要嘗試那個 很帥的 投球 投球的動作 然後我也要小人物上籃 每個人都在那邊 欸 小人物上籃 就學櫻木滑刀 然後什麼 我也要搶籃板球 我投的不準 我也要搶籃板球 或者什麼 大家那個時候看那個花形透的 後仰跳投 大家都 每個人都講說我要後仰跳投 那其實那些東西其實也是 平常我在看NBA的人 其實也都會做 但是我覺得動漫的作品真的是影響小孩子 因為你 小孩子才國小 你要他去看NBA 可能他看不大懂 他就覺得人家在打球 可是他 透過那個熱血的漫畫 感染 哇 全部的國小生都開始打籃球了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是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很直覺式的 我們可以馬上就可以講出好幾個作品 都是他陪伴我們長大的 然後他就是經典作品 他就是 甚至改變了我們的價值觀 或我們看事情的方式 有很多很多很多 看可以玩的東西 他們有 我其實有一點 可能要讓2000年以後的人來講 會比較更深刻 但他 但他就說 其實例如說那個時候有 手機就已經有手遊了嘛 然後可能就已經有YouTube 可能就已經有很多很多管道都可以接觸各種 刺激的東西 所以他們他們的管道太多了 動漫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文學作品也許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然後電視可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然後很多時間都還要再給看YouTube 要有YouTube的影片 YouTuber 或者是說有很多的時間是要給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各式各樣的事情 他們有太多時間都要分身在這些娛樂上面 每一個娛樂都要求他的注意力 所以他 一時三刻 他是想不出來有哪一個東西是 經典 然後後來討論到最後他就舉了幾個東西 他覺得 這應該就是經典 他舉的第一個就是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 他覺得這就是經典 這我當然覺得完全贊同 因為哈利波特他就是 呃 對我來講應該是 應該是我高中時代吧 國中高中時代之類的 才開始出 那對他們來講就是他們從小學的時候 會第一次接觸到 然後就一路從小學看到他們國中高中 然後完結 而且那個時候還有拍電影 這個是伴隨著他們一整套的這樣長大 所以哈利波特是他們的經典 我覺得很棒 我也覺得就是他 他的確是一個全球化的一個 一個現象 現象級的東西 然後他後來 因為我們就一直想說 那有沒有什麼動漫啊 或者是說 影視的啊 東西對不對 我們 就是你剛講的是一個類似文學的作品嘛 那有沒有動漫或者那個 然後他就想了好久後來他最後 他給出的答案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他給出的答案就是說 然後 伴隨著我們長大的 就是 MARVEL的電影 哇 這個真的是 這個就有一點顛覆我的三觀 你知道嗎 因為MARVEL電影 說實在話他 對我來講對他是一個 龐大的宇宙戲 他是一個龐大的系列 這一點是 無庸置疑的 但因為MARVEL MARVEL系列 他裡面的片子 大家不會演 就是有拍的好的 有拍的爛的 有的真的是爛到 不能去看 你們知道嗎 然後有的真的是 很好看很好看 然後很精彩 但可是對他們那個年代來說 這些東西就是 這些英雄 這些美國的 美國創造出來的英雄 就伴隨著他們長大 所以他覺得說 這段時間 對他來講 經典的東西 就是MARVEL的作品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世代的差異吧 就是 在當下我們在聊 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 世代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所接觸到的東西 都不一樣了 我們也許有一些 就是我們自己 因為以前就是有很多的 喜好 我們培養出了許多的喜好 然後那些喜好會 會不斷的影響我們的任何價值觀 或者是美感經驗 但是新一代的人 因為他們得到的喜好 還有刺激都不同 他們的 節奏也變快了 然後所得到的刺激 變得要更快很準 所以那個看 看東西的方式 其實已經完全不同 所以他們以後產出來的 不管是作品 或藝術作品 所追求的東西 也許也完全不同 當大家體悟到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 哇 真的差很多了 然後我們當然 像我跟東區德 因為差不多是同輩的 所以我們就開始 擺出一種 疑老賣老的姿態 開始跟 跟Michael說 啊那你們這一代 可能真的比較 然後沒有辦法感受到那種 你跟一個角色 然後從他 一開始的冒險開始 然後他 你跟著他一起成長 然後 跟著他十年 或者甚至二十年 然後 然後 經歷過他 快樂的時光 經歷過他 失敗的時光 挫敗的時間 然後經歷過他 悲傷難過的時間 然後 彷彿這個 角色 就一直陪伴著你 因為像我們以前那個漫畫就是 周根嘛 每一周會有一篇 每一周會有一篇 然後 假設例如說 魯夫 剛出行的時候 我們 在國中 或國小 然後就我們現在都長大了 魯夫還是在 還是每一周會陪伴著我們 去做各種的冒險 那你就會覺得 哇這個 在我人生中 在我生命中 就是一直有這個角色陪伴著我 所以我們 當我們遇到 例如說 他們要跟一個好朋友 決別 像我 我都會舉那個 海賊王裡面的例子 海賊王裡面跟那個 梅莉號 說再見的時候 梅莉號就是他們的 船啊 他們那艘船是從一開始的時候 從漫畫 第一集的時候出現的那艘船 然後從那艘船 陪著 陪著我們這些 這群小矛頭 在我們那個小矛頭的時代 然後一直陪我們陪了 十幾年之後 然後坐著畫那個 梅莉號因為 已經過了很久了 所以 已經是一艘老船了 他已經沒有辦法 載著大家去冒險 所以 梅莉號擁有的靈魂 最後就跳出來 感謝魯夫他們 然後 呃 之類的 就 有一些很熱血感人的話 然後最後就 找了火 然後就大家跟 梅莉號說再見 你知道嗎 每次 看到那個 我們就會覺得 太感人了 就是 你好像真的是跟一個 一個你的好朋友 說再見 他也是陪伴著你 他不只陪伴著那一群 跟你一起長大的英雄們 他還陪伴著你 然後你也是看著他 不斷的成長 不斷的做出任何事情 那我在講述這個的時候 就是說 我看那個 梅莉號跟大家再見的時候 是一個 剛好是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機緣 就是 因為我們後來看漫畫的時間 其實沒有 沒有 沒有像以前那麼的 自在那麼多了 因為小時候的時候 就是娛樂很少 所以看漫畫對我們來講 就是佔據了很大的 人生的一部分 後來 當然也是 越來越多 東西可以看 越來越多娛樂 娛樂 所以看漫畫變成是 例如說 他每週更新嘛 那我可能一個月看一次就好了 那我那個時候 可能剛好特別忙 所以我就 海賊王的漫畫 我就剛好就沒有去看 然後 大概累積了大概四五本 漫畫 那我就 有一天就心血來潮 想說去個 白鹿洞還是哪裡 我已經忘記了 就一個 漫畫出租店 像這個東西也 也慢慢被 時代淘汰了啦 反正就去一個漫畫出租店 那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一直看個四五本 然後我當下 租了那四五本 我說 好 這些我都沒看過 所以我就一本一本慢慢看 結果你們知道嗎 那四五本剛好就是 呃 魯夫他們跟美麗浩 決別的那幾本 然後我當下 我就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看 然後看到他們 跟他決別的時候 我就在那一間 漫畫 數五點的沙發上面 邊看著漫畫 邊留下我的男兒淚 現在想起來 真的是很蠢 然後我當下 因為就是非常的 不好意思 非常的害羞 就是哇 我看漫畫看到就是 一直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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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真的是止不住的累 我真的是 感動到不行 然後就覺得好難過 怎麼會 怎麼會這麼難過 然後一直哭 一直哭 然後哭到就是 中間就乾脆把書合起來 先擺在旁邊 就想說 我要冷靜下來 我要先休息一下 然後就一直擦淚 一直擦淚 我覺得 就是有一種 被被暗算到的感覺 被一個很感人的橋段 暗算到的感覺 我進去租 租那五本漫畫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想到說 自己會 被一個作品感動到潰堤 你知道嗎 然後對我來講 那是一個印象很深刻的今天 因為就是在漫畫出租店 然後就 邊哭邊看漫畫 然後心裡還要跟自己說 不要哭 敬回不要哭 你怎麼 丟臉 怎麼可以在這裡哭 太中二了吧 之類的 那個時候我好像已經 應該還沒有30歲 但應該已經有2829之類的 反正我覺得那是一個很有趣的體驗 然後 我們就在討論說 現在年輕人有沒有這樣的一個作品 或者是說有沒有這樣一個長時間的跨度 陪伴一個角色 然後這個角色跟你的人生好像是扣在一起 他好像是你的朋友 他好像是你的夥伴 陪著你長大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這樣的十幾年 二十幾年的時間 然後我們 這群老人就說 上一個讓我們 就是讓我們 就是 很有 很有感覺的漫畫 就是那個進擊的巨人 然後進擊的巨人 剛好今年也要完結了 所以他也是陪伴了我們大概 不知道耶 他是進擊的巨人 應該也是差不多10年吧 七八年到10年之類的 之類的時間啦 所以 他現在也要完結篇了 所以他其實也是陪伴 如果是我真的回想的話 就是陪伴我從 研究所的時期一直到現在 對 進擊的巨人 他就是陪伴我們這段時間 可是他可能太黑暗了 所以對 對於我也不知道 小孩子可能比較不喜歡看 就覺得 看不懂 都是政治 然後都是文系很多 都沒有武系 然後他也不是那種熱血 打大魔王的 所以他對於小白人來講 那個 怎麼講啊 等級 理解 理解會比較難理解一點啦 對啊 所以就 總之我就是在講這種 這次都是在講時間的啦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就是 我很喜歡跟就是不同 世代的年輕人聊天 或者是說了解他們的成長背景 還有他們怎麼看事情 或者看這個世界 而且有的時候真的都會 得到不同的東西啦 然後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我有點驚訝 例如說 2829歲的年輕人 對他們來說 5566是經典 類似這樣的感覺 就是在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就是唾棄5566的那一群人 結果沒想到5566在我們大概五年下去的那個世代 對他們來講是 哇!就是經典 566就是我們心中的 我也不知道 亞洲天團之類的 反正就每個世代對每一個東西的定位 好像都不大一樣 然後其實後來大家長大以後 就有一種 敏恩仇的感覺 說到敏恩仇我上次也聽到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 我有個朋友他 跟我分...這個故事那個朋友他跟我分享 他就跟我說 他前一陣子跟 一個他的高中同學一起去吃飯 然後那個高中同學就是他們有一段 很...很...很糾結的過去 他們現在大概都已經就是 都成家立業了嘛 就是大家都過得已經都很好 然後都功成名就 也不算功成名就 反正就是小有... 小有成績啦 在商場上都已經 例如說都已經當到小主管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去吃飯 然後... 在那個高三的時候他們 他們就聊到他們高三 那他們高三的時候有一個 我剛講就是有一個糾結的支柱啦 就是反正高三的時候 其中一個同學他去一個補習班補習 然後... 那個補習班就是一種 就是很嚴格的補習班 所以他... 就會... 呃...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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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們兩個原本是好朋友 然後... 去補習班那個... 就是因為他... 因為我朋友太自由派了 所以他就... 他們兩個人就漸行漸遠 因為高三的時刻 大家都是把... 考試啊 或者是... 考商大學 視為最重要的事情嘛 然後... 所以他們... 因為讀書方式的不同 所以就漸行漸遠 然後價值觀也不一樣 那我朋友其實就有點受傷 他就覺得說 我們原本是那麼好的朋友 為什麼只是因為... 這樣一個讀書方式的不同 那... 為什麼我們不能一起去吃飯 為什麼你就... 呃... 好像疏遠我一樣 為什麼你好像覺得說 我好像會... 破壞你的... 讀書的節奏... 之類的 對... 他所以那個時候有點受傷 那他們... 之前就是... 終於約出來吃飯的時候 就聊到這件事 然後... 他說... 我的朋友就跟我說 他說... 那個朋友啊 那個... 朋友他現在也是一個小主管 然後... 他就有點像是跟他懺悔一樣 就跟他說 喔... 我那個時候其實不是故意... 疏遠你的 其實是... 如果從現在我們... 呃... 回想當時那個情況 我們... 彼此都可以了解說 讀書... 考試... 考上... 好的大學 這件事情在大家的心中 有多麼的崇高 有多麼... 重的分量 他好像就是要... 在那個當下 好像就是決定... 決定你未來的一切了 他好像就是你人生... 不能... 不能出錯的關鍵 但是... 當然大家... 他們都已經長大了嘛 現在已經過... 對他們來講 已經過十幾年了 高中生活 你說一... 一場考試 一個指考 一個... 或是一個學測 他真的能... 他真的就是... 你考... 考到那個考試之後 你就一帆風順了嘛 也沒有啊... 有些人也許是... 沒有考上他第一志願 也許考到第二志願 可是他考上第二志願以後 分發向上 他研究所還是讀回了第一志願 也是有這樣的... 情況存在啊 然後甚至是說 也許... 呃... 在第二志願遇到了 什麼樣什麼樣的人 然後... 你的發展跟... 過去... 所想完全不一樣 就是... 每一個階段的發展 都有那個... 那...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回鄉期 他們高三的時候 因為讀書這件事情 漸行漸遠 然後而且害我的朋友 就是心裡有點受傷這件事情 他們就... 好好的談論了這件事情 然後我同學 他是跟我說 他就... 很謝謝他的同學做了這件事情 因為有點像是... 其實他們現在就是都... 都還蠻好的 也沒有... 沒有什麼... 都沒有什麼... 呃... 衝突或者是什麼 也沒有什麼心結 只是說這個同學他願意把... 那一段... 好像一個... 呃... 沒有解決的... 疑問 或者是說 沒有... 好好談論過的一個... 呃... 時間點跟小問題 他... 把他拿出來 跟我同學 好好的談論那個時候的心境 好好的兩個人一起面對 那段... 過去的時光 然後我朋友就覺得 當下他們講完之後 其實他就覺得好像... 心裡有一個... 有一個塞住的東西 已經被疏通了 他覺得很棒 他覺得... 那是他... 人生中... 一個... 其實... 就是... 對現在的人生來說 雖然已經... 大家都已經... 那些都已經遙遠的過去 已經沒有任何幫助 但是對他來講... 這件事情很重要 他也說不出來到底多重要 但是他覺得... 他人生因為這一次... 他得到某一種... 某一種感動或某一種抒發 我自己的解讀是... 這是一種... 跟過去的自己的和解啦 我們人生在... 在... 在... 在這個... 茫茫的道路之中 一定有很多 就是自己過不去的看 例如說我們曾經... 呃... 痛徹了心扉的失戀 或者是說我們曾經... 犯過什麼樣的錯誤 然後改變了誰誰誰的人生 我們也許不小心撞到某一個人 然後... 呃... 結果害他... 腳扭到好了 或者是什麼的 然後錯過了什麼 或者是說我們錯過一班火車 然後最後... 很慘的... 呃... 大計程車花了幾千塊之類的 諸如此類的這種... 人生的那種糗 不管是糗事啊 意外啊 或者是... 痛苦的悲劇啊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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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事情 我們在那個當下都痛不欲生 我們在那個當下都... 覺得... 啊... 自己怎麼可以犯下這麼大的過錯 然後也只能... 咬牙硬著頭皮繼續向前 但我就覺得如果說... 我大概到... 到三十歲的時候 就二十幾歲到三十歲的時候 開始了解這道理 就是說... 你如果把時間啊... 拉長到十年或二十年以上的時候 那一些事情仿佛都可以變成一個... 很微不足道的過程 有的時候有點像結果論啦 但是... 像那種... 在那個... 我覺得啦 也許有些人是真的就是... 人生有一個... 關卡沒過去 然後就... 一敗塗地 或者是就失敗了 但我總覺得那個東西是... 存在於戲劇之中 或者是漫畫之中 或是角色定位之中 就是... 常常我們會看到 例如說... 有一個人他... 尤其運動競賽的那種電影 或者是漫畫就是說... 因為一場運動比賽 然後就改變了這個人的人生 他的人生就變成不成功了 因為他沒有突破那個點 他沒有在那當下拿下優勝 然後他可能因為一個關鍵的失誤 讓他... 這輩子就... 否定了自己大受打擊 但我覺得... 人生... 我看到大部分人的人生好像不是這樣 我們的確也會受到打擊 我們的確也會失敗 我們的確也會迷惘 我們的確也會... 忘記我們到底自己是誰 或者說我們... 是不是就變得不相信自己 但大家最後都會... 多多少少... 在十年之後... 二十年之後... 你都會找到一條... 適合自己的道路繼續往前 而不會像... 漫畫或者是... 小說或者是什麼裡面 我們是... 完全站不起來的 或者是說就是... 因為這件事情而改變了... 人生到某一種... 絕望的極端 我很少看到啦 我當然相信是有 當然相信是有 有些人他的... 可能是... 我難以想像的悲慘的... 呃... 一個關鍵時間點改變了他 很多很多事情 或是說... 嗯... 只是我總覺得就是... 像... 像我同學分享的這個故事 就是說... 欸... 在那個當下... 他當然一定... 他跟他最好的朋友見行見遠 他一定感到寂寞 他一定感到... 痛苦 一定感到不解 然後再加上他是在一個... 叛逆期的青少... 青少年時期的人 所以他... 很難去處理那個當下... 糾結的心境 很難去處理他當下的疑惑 很難去處理那一些 然後他... 所以他就悶在心裡面 只能專心的讀書 然後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 那那一件事情就一直沒有解決 那沒想到現在大概十幾年之後 他的朋友提起了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兩個一起把這件事情 講完... 我覺得這就是時間的某種魔力吧 他們彷彿就是可以穿越時空 回到那個當下 然後... 如果是那種戲劇或小說就是... 他們兩個就是重拾了... 然後... 笑顏 然後可能牽著手一起去吃飯了 然後那個... 四周都是充滿柔和的光線 然後太陽西下 然後旁邊的窗簾這樣... 飄飄... 染的飄著 然後他們兩個就... 只剩下他們的笑臉 然後就鏡頭這樣... 先照相我同學 然後再照相他的朋友 然後... 時光拍下來的一部電影吧 這種感覺 總之聽到這些故事 我都覺得... 有些... 我覺得時間真的是很神奇的東西啊 然後就是有一些人生的小細節 碰上時間也都是非常的美好 然後如果是那種人生的大事 跟人與人之間的羈絆和糾結 人與人之間的悸動 其實... 都非常的迷人 我想這就是那個... 小說跟戲劇存在的意義吧 反正大概就是這樣啦 好... 今天... 就... 三段關於時間的主題 今天我們就錄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聽不會太... 大家覺得... 應該還蠻有興趣的吧 那如果你... 欸... 其實我其實也對大家的故事有點好奇 如果說你有一些關於時間的故事啊 就是說... 欸... 這件事情在那個當下是什麼什麼的樣貌 然後... 因為時間拉長 然後你到現在回想起來 它好像變成... 變了另一個樣貌 好像沒有那麼痛苦 好像沒有那麼絕望 或者是說... 當下... 那個... 那個感受是... 非常喜悅的... 非常快樂 結果拉長之後 發現... 好像不是那麼的喜悅 反而是另一種... 另一種... 我也不知道 有些人可能會感到沉重 有些人可能會感到... 感到... 更平靜的感覺 而不是... 那種我... 我們當下的那個喜悅 也許... 也許有這樣的情況 那... 如果你有這樣的經驗 或者是你有這樣的體悟的話 歡迎你到我的YouTube頻道留言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我的聽眾也都會很有興趣 那... 我也很想要聽聽你們的故事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錄到這邊啦 我是張敬為 謝謝你們的收聽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 再見囉 掰掰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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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